好 持续来看到中央事项局针对中度台风马娃 在29号周一晚间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台风目前在俄兰比东南东方海面 以每小时7公里的速度是缓慢的向北北溪来行进 东半部一早就已经是出现了间歇的大雨 除了沿防强风以及沿海的长浪 星辰秀林近山区也要慎防大雨 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中度台风马娃海上警报 今年第二号台风马娃 30日上午在俄兰比东南东方海面 以缓慢速度向北北溪进行 沿海已出现明显长浪 花莲也陆续出现间歇大雨 马娃台风大概还在我们的东南方400多公里的地方 现在目前看起来它已经开始慢慢的朝北 北北溪甚至更偏北的行进方向 大概在东京120度的地方 缓慢的向北走的行行 可以看到它暴风半径它其实蛮大的 大概有300公里的行行 所以目前安行厂在安行厂里面 它速度其实不是很快 然后到后面一点点的时候 大概4号2号3号的时候 它会受到北边那个朝线的牵引 速度就会加快 所以到礼拜五的时候 2号的时候 它速度就会开始往外加快一点走了 但是我们看这风场 应该看出来好像还是不是很快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预报单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它的中心位置大概就在 额兰比的东南东方约460公里的海面上 速度其实不是很快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速度大概是每小时4到6公里在走 每小时4到6其实很慢的一个情形 所以目前看起来它未来的明天的时候 8点的时候它还会在额兰比的东边这边 所以一整天它走的位置其实还蛮短的一个情形 整个台风在行进的方向朝北走的时候 我们整个花莲波浪其实是相当的高 然后还是要提醒民众 千万不要再去海边观浪或是海边游玩 30日晚东半部降雨会越来越频繁 花莲以北新城秀林近山区要盛防大雨 周日到周四会是影响最明显时间 预计到周五台风才会远离 海警才会解除 提醒民众出门被语据 非必要勿前往沿岸活动 记得讲包园华林士报导